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公开物》 今天我们又和陈博士去探讨一下 这次就是太空科技了 太空科技在未来的军事应用上 通常潜力都很大 所以很多国家去发展科技的时候 对太空科技都看得很重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太空是一个制高点里面 暂时最高的制高点 永远的制高点越抢得越高 当然你的优势就越明显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用得在太空 用在地球上很多的武器都是一样的 所以做太空科技 就已经是同时自带很多民用 军事科技的技术都在 所以很多国家的资源都尽量放下去 所以第一件事 通常现在世界当时强国 你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等 都是增相去发展太空科技 灯月、灯火星 大家发现如何这么蓬勃 都是其中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之一 今天陈博士会为我们讲一讲 一种引擎的技术 它在太空科技的应用里面 也都越来越成熟 如果真的将它成熟到某个点的时间 有没有办法将它再放在大气层里面的武器呢? 我们都会看看前景是怎样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记得给点赞 还有免费订阅 包括科学新资 还有我们香港的这边 好 我们跟陈博士聊一聊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 大家好 真的很久没见了 好了 我们又讲一讲 今次这个 我看看中文是怎样叫的 因为英文叫做Iron Thrusters 离子推进 离子推进器是吗? 或者我们简单叫做离子引擎 这个离子推进、离子引擎 其实它现在在太空科技的应用上 首先我们都要先知的原理 原理是什么呢? 跟我们一般去了解 火箭引擎有什么具体分别呢?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喜欢看那些比较科幻的卡通片 一讲到那些机甲艦队 超时空耀赛那类的东西 不要讲到有没有机械人 可以变成一个战机在太空上飞 如果要你讲到那些未来科幻 太空科技里面用到的推进引擎 在以前你说的三十年代 那些这样的动画片 都提到用到离子科技 听到的名字都好像很厉害 即是它就比起我们现在 现代的那种用普通的化学材料的引擎 就更加厉害的 而且很有趣 那个离子引擎的技术 其实这个概念真的很早就有了 是说你说美苏冷战时代 已经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懂得 这么想到一个 超前未来世界的一个引擎推进技术 就是摆在这些卡通 科幻元素里面 其实有个根据 今时今日我会说 这种技术依然存在 而且比以前成熟 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考虑到 把它用在一些更加独特的场合上 大家不要有个错误印象 就觉得有新一代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取代旧一代的东西呢 就不要这样想着 现在我们去到一个阶段就是说 我们在一些太空计划里面 会找到一些特定场合 你用到这种离子推进引擎的技术 是更加有利益的 所以我觉得值得去介绍一下 未来这些已经日趋成熟的离子推进引擎 它可以在什么场合上 你会看到它现身越来越多 而且就是它因为一个什么原因 令到它现在的技术变成熟了 我觉得这里最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地方 刚才你也说得对的 你看到如果你说离子推进引擎 有什么国家现在有参与去发展呢 就是不要说一种竞争先 有一齊参与发展 今时今日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中国 印度 的而且确就是刚才我们数的国家都有齐 而比较原初的时候 就是冷战时代 美苏两个国家去增双 去发展这些离子推进技术 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 已经上了应用层面了 我们一直以为在卡通片出现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数回 在1998年 去由NASA发射出去的一些卫星 其实里面已经有用到 这些离子推进技术了 现在就可以说用得越来越多 用的那个尺度越来越大 甚至乎你说 中国的天宫的太空站 是有用到离子推进 现在更加多了 整个太空都是的 那些低轨道的卫星仔 STAR LINK那些 每个都有一些离子推进器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些离子推进技术 已经是完全走进了我们的 日常太空的技术当中 已经是 嗯 还有我们去看很多的报道 去讲到这种离子的推进器 其实它讲一下 就是在太空上的应用 它很多时候都讲一些低轨道的 推进的一些变力情况 那它当然有些述語去讲 就是说可能在低轨道 那些推进劑的效能也很高 那它的使用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想一般网友看完 就每个字都明白的 放在一起就不太了解这个概念 那你又和传统那些推进的系统 可能是在效能上 或者是它本身的引擎水上 有没有什么大的分別 那这里有些事情要解一解 就是刚才你都问到 原理上是怎么样 那首先讲基本的原理 那离子推进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概念呢 其实任何的推进器 你不要理太空用一个地面用 很多时候都在讲 你有没有能力 把一些质量向相反方向定 就是牛敦第三定律 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你能够将一些 多轻好多重的东西 能够以一个越大的速度 向一个相反方向定 你就可以吃到一个反作用力 更加强的反作用力 令到自己向着 另外一边去推进 就是说 最简单的 那些人开枪子弹 你的枪越厉害 比你的后座力越厉害 所以那个后座力 其实就是来自 你发射的子弹 被拿回来的反作用力 然后你小朋友玩的水火箭 以及你现在看到那些 直升机之所以能够升空的原理 很多时候就是 如何拿到一些质量 将它向一个方向定 直升机就是将上面的空气 採集到下面的方向定 于是乎它就将整架空气放在上面 就是有个升力给它 那飞机也是 如果你说噴射引擎也是 如何将前方的空气 压缩 将它向后很出力地定 于是乎那架飞机就是向前 那无论你说传统的这些 噴射引擎技术 那些现在的火箭的技术 以及现在讲的那些离子推进技术 最基本的原理都是离不开 这个牛敦第三定律 而技术的问题就是 你哪一套的技术 是可以最有效的将这些质量 向后订 这就成为一个好的推进器 那我们以前也讲过的 如果你说是那些普通飞机引擎 和火箭引擎的分别是什么呢 那飞机就只能在大气层里面飞 因为它要在大气层里面 拿回大气层里面的空气向后订 于是乎你在太空里 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拿来向后订了 那所以呢火箭呢 现在的火箭引擎就是你自己 自己带那些推进器 那就是那些轻铜氧的 或者是有用到甲丸的 那将它和这个氧混合燃烧爆炸 那就等于有东西扔出来了 那于是乎就是你将那些爆炸出来的 那些副产品扔出来 你就可以推进 火箭这些东西呢 通常是自己带着那堆化学剂 你去做推进的 那有人就很聪明就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在那个电磁学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都有能力将一些电荷呢 是将它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去订 那里面说的机制呢 不止一种的 那在以往一段好 就是冷战比较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的历史上就是 前苏联是比较锐意发展一种叫做 霍尔效应的一个离子推进的一个技术 美国呢就比较集中用一种叫做 叫做Gridded Gridded的离子推进技术 里面就用到那个电场去帮它推进的 那就是这些这样的理论原理 我在这里就不想用一个 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塞这些东西去讲了 但是呢 大家如果有一个比如高中程度的物理学呢 那你会理解到 在一个电场里面 那些电荷就会加速 就是譬如说 副电荷就会向着电场的正那边 来去加速 越充越快 那这个原理很简单 因为 你正电荷和副电荷之间是互相吸引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电场里面的一些副电荷 它就毫不犹豫走去带正极那边的电极那边 而且会越走越快 那所以就是 你可不可以利用到 这个设置这个电场 来去帮助我们这些带电荷的粒子去加速 将它越加速得越快 就等于就是说 将它出力地向一个方向扔 那我就可以 叫做拿到一个反作用力 向第二边推 所以 如果那种 前苏联用得比较多 一种利用到霍尔效应的技术 那我记得 我是在中七的时候 以前预科的时候 就要学这个东西的了 那就是 但是具体上 就是如果今时今日的朋友 听不明白就不要緊 那它会运用到一个电场和磁场的 适当的结合 令到那些带电的粒子 向着一个方向特定推进 而且它们三者之间是会 互乘直觉这样的关系 那就是这些大家熟悉一点点电磁学 就大约会明白到是什么的原理 那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说 它就运用到电磁场 这个里面的一些独特的物理 来帮我将一些大电荷 而且这个电荷也是大质量的 这些粒子 向一个方向高速扔出去 那所以其实你发觉 原来就是 都是扔东西出去 不过差在你用什么的手段 来扔东西出去 再将几样东西 就是平排比较一下 飞机的噴射引擎就是 温轮善业 将我飞机前方的空气 搜集来向后扔出去 火箭就是自己带着那些燃料 燃烧爆炸就噴出去 那就有东西扔出去 电磁场也很有趣了 现在这个离子推进 它就是运用到 你给一些电磁场下去 令到那个电荷 向一个方向加速扔出去 于是乎 总之你有东西 向一个方向扔出去 你在另一个方向 就可以向前推进 其实那些物理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都会问 那几种推进的方法 我不要说那些飞机噴射引擎 我知道为什么在太空上不会用 在太空层面上 为什么我除了这些传统的火箭引擎之外 又要做多个这个离子推进呢 起码要给大家一个理由 不知道Larry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先前说的火箭引擎技术 又说到 除了你说的那些Falcon 9 Starship那些那些 就是说到它的推进力有多厉害 用甲丸还是用这个氢气 我们说过很多节 另外甚至说一些叫什么 RDRE引擎技术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 我们也有说过的 它里面其中一个很克服的问题 就是里面那些爆炸力 很多时候就是向四方八面扩散 但是我们扩东西就只是想向一个方向扩 我们是没有必要将那些抛射物 向所有方向扩来获得推进的 最好所有东西就是向着一个方向扩 于是我就是向完全一个相反方向推进 这样是最好处的 离子引擎就有一个这样的优势 就是因为我可以很容易透过控制电池场的一些方向 来控制到那些抛射物的放射方向 它就很专心就从我的尾巴方向一路去噴下去了 就不会有太多多余的其他的抛射物 就向了其他方向噴就浪费那些材料的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那些人会想 可不可以想一下用离子引擎做推进的其中一个 就是第一个的简单原因先 嗯 如果我们这样说呢 就是离子的推进呢 那都看到它有它的用处有好的方法 那它如果拿它来和我们传统的那些火箭推进去计算呢 嗯 有没有说那个效能或者那个转化那里呢 它会有些优势在那里呢 是的 那就很值得问的 哇 那你说到那个技术那么厉害 似乎那个效能可以那么好那样 那么实际上它是不是全方位可以好 我们现在有的技术呢 那么我首先说了 效能我会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呢 就是刚才听 我也有说到就是 因为离子引擎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拿电能 来去令到那些带电的电荷 带电的质量去获得这个速度 向一个方向去射出去 而且你很容易控制到它 向一个什么的特定方向 那么就不会有一些 亂射去其他方向的那些呢 就浪费了 就少一些浪费 在这里其中一个一种的原因 嗯 但是呢 另外呢 你就要想了 它 是不是可以真的叫做任意地 你扔多少就多少呢 就是你 其实你一次 你现在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说扔一些很重的东西 我在一个这样的加速里面 是很视乎你一次过扔多少堆粒子出去 我才能够获得到更加大的推进 就是我的推进力 获得多不多呢 是很视乎呢 除了我扔那件东西的速度之外 也都视乎我扔了多少质量的东西出去的 那么这个离子引擎呢 其中一个限制就是说 我每次在同一个时间单位里面 能够扔到出去的东西的质量呢 就会很有限的 因为我把那个电能放进去 是有个瓶颈在那里的 我不是说可以无限电能 我可以突然之间一次过把电能放进去 就将所有东西去扔 那这个就不是这种离子引擎最擅长的东西 反而呢 你比较一下 传统的火箭引擎呢 就是它自己里面的燃料呢 是恨不得一次过给你爆了 放了出去的 反而你要很懂得控制着 捏着它 让它不要一次过爆了 就是我们很忌计就是 你每次射火箭升空 如果它爆得太快 就是代表着整支爆了嘛 那就不是好事来的嘛 所以其中一个就是 你要怎样驾驭 控制着爆炸 让它不要爆得太快 那么传统的火箭引擎技术呢 它这个这样的危险性 亦都是它相比于 这个离子推进引擎的优势之一来的 就是说 我如果想要在一秒之间 我要突然间多很多很厉害的推力 我多放一些燃料下去 燃料里面的化学能 突然间在那一秒釋放出来 就突然间有很大的推力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在离子推进引擎里面 我去让那些这样的抛射物加速呢 不是靠化学能本身的 是靠电能的 那个电能给不够我呢 我就扔出去的东西扔得不够快的了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 在一边我就有一些 需要铁铁链的化学材料 而且我每次需要带很多的 但是它的优势就是 可以突然间一下爆发力很厉害 你想在突然间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给很强劲的推力呢 就是这些化学原料的推进器呢 就是擅长的 但是呢 这个离子推进引擎呢 就是另一方面了 它的效能是好 但是它每秒钟能够放出来 给你的那个推力呢 是轻点轻点的 到现在目前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比较擅长一些呢 已经是比较出了地球轨道控制以外 在这个太空环境那里 是一个很长时间 让它慢慢地加速一点的任务 就很适合交给这些离子引擎去做了 所以其实呢 今时今日呢 我们看到之所以为什么 多了这些离子引擎去出现呢 它很多时候是参与在什么 太空任务環節其中呢 就是这个太空任务 首先如果它是一些 比较低轨道的东西的话 好像Starlink那些那样 或者是天公任务那样 它是纯粹用来做 帮你把那件事呢 就去改变一下那个角度而已 因为有时候 比如Starlink那些卫星那些板那些东西 你要去收集太阳能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或者尤其是天公自己的太空仓 它要去调校一下它的摆向那样 那它要做调校的时候呢 你就不适宜用那些太大力的东西 你需要用那些轻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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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什么呢 那我们讲力的单位就是牛敦 那它这些那些力的单位呢 是在讲的 叫做千分一牛敦 mini newton 一个很小的力 这种那么小的力 我不知道 如果就真的找个人手指摸一摸你 人会不会皮肤都感受到呢 我想勉强可以的 是的 很小的力 但是就可以做到很勉强 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些太空任務 它是需要离开地球 一路去走得远一点的时候 其实在这里就大派用场了 你就可以用这些离子推进引擎 就让它一路不停地把离子推进引擎 开长连续开成几百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它一路一直继续开 然后就是 它有一段很长时间 我认得你 它时间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去慢慢加速 最后就可以 比如说 每秒8公里 加速到每秒40公里 是做得到的 用离子推进引擎 其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它用的电 你是可以透过太阳那里搜集回来 这个正正就是 1998年NASA 那个Deep Space 卫星的任务去用到的其中一个原理 它就会打开太阳板 一路就拿着太阳能来帮它充电 然后就拿着太阳能来帮我 把自己带上去的那些噴射材料 去做推进 那于是乎就可以用一个很长时间慢慢去推进 那整个任务執行了 通常是以几个月計的时间就完了 但是现在如果今时今日来说 你这些离子推进引擎的寿命 你将它做到有以年计的时间是做得到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在今时今日就是因为它的寿命 它的内容性得到改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担任一些更加长远的任务 而且可以继续去帮这样的卫星去做推进 那它的用途就变得更加广泛了 那如果陈博士听你这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在阻力大 就是我们说在地球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途日速度 要很足够的那样东西 用化学能那种爆炸力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阻力了地球的引力之后 进入到太空了 那你要去做微調也好 或者你透过那个电能的转换 它慢慢加速的力和持久有效的加速推力的话 其实在太空里面的应用的离子推进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来人类做这个太空旅行 其实少不了要离开大气层 都仍然要用到化学能的爆炸力的问题 那出去了太空旅行 其实就应该要不要再用火箭的动力了 那真的用回来的离子引擎 是不是都应该这样的混合是最好的 似乎是的 现在这样听起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再说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的改进技术 就是它能够用一些更加好的气体 来去做这个反向的推进 传统化学能的火箭材料 一定是用一些二燃气体来做推进 因为要它的化学能 要它的爆炸 来给它推进的能量 那么现在的推进能量 可以在离子引擎层面 就可以由太阳能那里拿 那么它带上去里面的推进剂 就不是有爆炸性的 那么就要用到什么呢 就要用到元素周期表里面的 那些堕性气体 而且最初就是希望用一些 越是大粒的堕性气体 越好的 所以就用一些叫Sanlon的那些气体 那个化学符号就是XE 但是Sanlon呢 很贵的 那么所以新一代呢 自从有SpaceX的Starlink去参与之后呢 它们去努力去开发 用一些比较轻一点的堕性气体 来去做这个推进 那么在2023年的Starlink呢 它已经开发到用一种叫Argon 亚气的这种这样的推进剂 来去放在这个离子推进引擎 那么如果深水清的朋友 你会知道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哪一些位置 最容易是见到有亚气的存在呢 尤其是上一年纪的会知道的 就是灯淡里面 现在我们个个都用LED灯 那些灯里面就不会有亚气的 但是以前那些乌丝灯灯淡呢 就是Larry你不要扮还没见过的 你一定见过的 那里面它进入的那些空气 其实就是那些亚气 那些是Argon 那些是惰性气体来的 那因为惰性气体呢 就不会有其他活跃的气体 去和那条灯丝去化合 那所以那条灯丝就可以叽燎了 就要用这样的东西的 那Argon这件事 连一个灯淡里面都会用 就是代表一种很便宜的气体 但是能够用得到这种很便宜的气体呢 在那个离子推进技术里面 中间也都面对了一些问题 因为这种这样的惰性气体 比起那些大粒一些重一些 像Sanlon那些 那样的惰性气体 是更加难离子化的 因为你要首先令到 这些惰性气体 本身就不喜欢被离子化 你要是给力下去 才能令到离子化到 那如果你找到一种 是很难离子化的惰性气体 来去做的话呢 那那个离子推进引擎技术 你是又需要改进去的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Starlink 它是有开发到 也都是克服了 还有林元之前说的一件事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 你听到凡是和离子有关的东西 无论以后我们讲的那些什么 什么空泡如雷 还是任何离子技术 那些什么用离子罩去做隐形 那些这样的技术 一定有一个极大的问题 就是离子这件事的 腐蝕性很高的 它会令到那些 那件 就是气件的那些材料 是损耗得很厉害的 所以一直以来 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如何去减少这些 由离子带下来的材料损耗 那这件事反而就是直接 令到离子引擎的寿命长短的 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到今时今日也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应用上要很小心 那就是要在不同的环境 那个设合上要去用途 那如果我们回到地球的重力 这个重力鎖的地方 那离子引擎它的用法 是不是都相当有限呢 如果你说在近地 你要将那些东西逃离 就是你也有说到的了 将它逃离地面的地心吸力 入轨道呢 就不会用到离子引擎的了 就是它在说 你一个 两公斤 譬如Starlink那个 2023的技术 用到瓦气 去做这个离子推进引擎的推进剂的话 它那个的推进引擎自己本身 就是2.1公斤 然后它那个的功率呢 就是大约 就是4.2千瓦 4千2百瓦 那你发觉一听到这些数字 就像家庭电器那种 那种耗电率的数字 但是呢 它给出来的那个推力呢 就是170个 170个mL 或者我转一转个单位 0.17个牛敦 那出来的推进力 基本上这种推进力 你的手都感受到的了 你的人都感受到的了 但是就是 以我们讲的那种火箭级的那种推进来讲 这个力就其实很小的 就是它现在讲的这个力呢 你在地球上面 你连将它浮在半空你都做不到 更加不要说将它加速推进离开 就是这里计一条很简单的数字 它给出来的推进力是0.17牛敦 它建议自己都20个牛敦 是不是 一个0.17牛敦的东西 怎么可以将一个20牛敦的东西 去将它推进地球呢 那绝对做不到 但是如果有一天 就是如果突然之间 被我看到 那件东西的重量 竟然是小 就是给出来的推力 还可以大过自己本身的重量 那就厉害了 就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最后就不是只是 就是我直接觉得是一个反重力装置 就不只是拿来在火箭那里 就是日常生活都会有极大的用途 但是能不能够走到这一天呢 那暂时我也不清楚 是的 那大家就留意了 哇 如果可以做到反重力装置呢 我想高达 就是这些机械人 这些推进装置 应该都距离不远了 我想就是很多科技 反重力装置的UFO那些都会用到 那当然是很反我们一般科学的理论 是的 还有这个就要很需要 大量运用到那些 惰性气体的 那就是突然之间 你会看到那些惰性气体 那些需求要很大 但是怎样都好 就是说多一个数字就是 就是用这种 就是如果大家做推进的话 就是说在太空层面做推进 你用这种 惰性气体的离子引擎推进呢 所需要攜帶的那个 推进剂的那个量呢 只不过是 就是 传统火箭技术的大约是几分之一的 就是你当是五分之一 至十分之一不等的 那所以是有很大的潜力 是一些比较遥远的太空任务 但是近地的任务呢 还是要依賴这个 传统推进的技术先 嗯 那我相信呢 我們去看 Starlink 就是他们去用很多 Starlink 或者我们講到SpaceX 就是他们都会用到 很多这些技术 放下去 那我们即管将来看看 你说包括移民去火星 星際旅行呢 我想这个Ion Thrusters 它那个發展空間还很大 給予我們很多驚喜 甚至乎接下來 我想他試射很多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有他的身影都看到呢? 那我們就希望了 除了傳統火箭 之後上去太空再旅行的時候 我們會再看多一些東西的 好 那就當做一些預告啊 陳博士 SpaceX他接下來是不是又會有一個試射 都應該是不久將來就會有 暫時看到他就是說 接下來第四次 那個SpaceX的Starship的試射 他雖然未公佈 未確實過日期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盡量安排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都搞一下直播 大家開心一下 還有我們的觀眾有些叫做 in real time的交流 我猜會在這幾個禮拜內會有消息的 是啊 所以我們就儘管看看 到時如果那個時間是方便的 那我就和陳博士我們又可以一起去做 就是做一個 希望不是你來旅行的一段時間 是啊 是的 希望就得到 因為我自己中間可能有機會又要自己到處飛 但是我看一下 如果可以做到的 那我們都來個直播啦 好吧 是啊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聯合直播的 我們儘管看看好嗎 就是有這個程度我們都做 那我們也都會早一點跟大家出一個通告 好吧 那都是大家清楚的 好 多謝陳博士 那我們在下一集 軍公開幕再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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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們在這集 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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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湯